世界一把抓 我是叶芷娟 好 希望大家呢 同步也欢迎到我们YouTube上面 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哦 新的一年 不知道大家给自己 今年的to do list里面 有些什么呢 应该有一块都应该会 跟你自己的财务相关吧 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年新的一年 财务的规划有些什么呢 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2022年 无疑啦 直接说它是一个空头年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股市一度暴跌了 超过30%以上 如果你要再回溯上一次 其实差不多已经可以回溯到 金融海啸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了 那也因为股市大跌的关系 单日的成交量哦 从原本前年比较多的 可能是5000亿以上的 这个单日的成交金额 到后来我们看到2000亿 是急速的萎缩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但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啊 当市场恐惧 当大家恐惧的时候 诶我可以贪婪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散户投资人 投资朋友可以说是越来越聪明了 以前追高杀低的人蛮多的 可是我觉得现在 每次当股票大跌的时候 在我自己的脸书上面 我就会看到很多的朋友就会说 其实我蛮开心的 因为股价打折啦 这个时候我才可以减便宜啊 其实这样的声音 或者说聪明的投资人 也越来越多了 但是如果要这样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应该会是一个价值投资派的 或是他是一个长期投资者 他是巴菲特的追随者 这样子的人 他会在股价大跌的时候 他会很开心 那如果我们要来讲到 所谓的价值投资 或者是存股的话呢 那一定要来跟大家介绍 今天我很荣幸哦 邀请到现场的是 知名的财经作家 华伦老师周文伟 老师好 姐姐好 新年快乐 大家好 新年快乐 好 今天老师最近有出了一本新书 是给存股足的12个致富心法 那其实主标题叫做 漫步股市 呃 其实还是先稍微介绍一下 老师的背景给大家 因为大家虽然对你很熟悉 我还是稍微介绍一下 呃 老师以前 其实你是从 34岁的时候 才开始正式的存股 对 算是34岁开始设定目标 开始长期投资这样 所以其实也很励志啦 就是也不用说 我们虽然我们现在都告诉年轻朋友说 哎你刚开始出社会 你就要开始投资开始投资 可是以老师的故事来说的话 他其实34岁来开始 然后但是到了49岁的时候 其实年龄的股力就超过190万 这绝对已经达到财富自由 可以退休的门槛 那以老师到 呃 今年 应该是说到了去年2022年的时候 你的股力是拿到了250万 这也绝对是财富自由的一个门槛 都已经到达了 这样子算一算 其实也不过花了20年不到时间 对 差不多 其实我刚退伍 那时候的理财书籍啊 那种投资 价值投资的这种观念 不是很盛行 是 那我们刚出社会 然后看到股市行情好 然后就是看到 然后就是看到新闻啊报纸啊报纸啊报什么名牌 我们就跟着买 其实有一段 呃也是赔钱的岁月啦 其实我 对 老师你不会觉得我们现在的不管是年轻朋友或现在才要开始学投资人 比你们那时候幸福多了 没错 就是资讯也多 然后透明的数据 什么什么通通都多 然后教这些正确观念的人也多 对以前我们找财报还要付费 现在都完全不用了 对啊 现在券商都提供很完整的财报 然后很多数据很多资料很多资讯 可是现在这也是缺点 因为有时候那个资讯太多 你反而没办法聚焦 因为你觉得这个股票也好 那个股票也好 这样做也不错 那样做也不错 到时候没有专注自己的道路 有可能会走偏了 那走偏了 那是好是坏就不一定了 对 对 所以大家想哦 我们就先给自己一个目标好了 我觉得所有的投资理财 应该都会有一个SOP 我分享一下我觉得的SOP 我觉得SOP的话应该是第一步就是 你先盘点一下你自己的状况 比如说我一个月的月薪是5万块假设 那我不要 这个数字降低一点 让大家比较有点信心 假设我一个月大概3万5或4万块 那我盘点一下我该缴的 该付的保险费什么通通都扣掉之后 我告诉我自己说 我大概可能会有1万块可以来做投资 这是我的现况盘点 我觉得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我觉得就是 你要先给自己一个目标 也就是说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你是希望6年要存100万 你要当一个买房投期款吗 或者是你是为你的退休 那你退休要有多少钱 总而言之你要有一个目标 我觉得这是STEP2 那STEP3呢 第三步我会认为应该是 那好啦盘点状况有了 目标有了 那你要如何从你的 能够投资的金额到你的目标 要怎么样达到就是工具的选择 可能是第三步 那第四步就是当你正式开始执行的时候 因为那一定是一个长时间 所以正式开始执行的时候 那你的每年 可能要回去看一下 我没有在我的目标进度上 现在是超前了 还是现在是落后 如果现在是落后的话 我要再多做一点什么事情 可以补下我的进度 我觉得一个财务的规划的一个步骤 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老师你觉得 非常同意 就是说一定要有目标 那我刚退伍可能跟出社会 然后玩股票 可能跟大多数投资人一样 那个号称叫做小白 对不对 就是看到涨 我们就追涨 然后跌了我们就很害怕 我们就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甚至工作都没办法专注 那其实这样 这样不太好 那我就是想说 我当初就想说 我一天 我可能九点半买进股票 我十一点半卖掉 我可能赚五百块 我一个月薪水可能四五万 我五百块 一天我什么事都不做 就按个买进卖出就五百块 运气好 可能隔一天就赚两三千 当初就这样想 可是呢 后来发现这个五百块两千块 它都暂时存在你的口袋而已 它最后一次给你要回去 对啊 比如说我刚刚上节目之前 我跟子萱分享说 我曾经买过一档股票 一百块涨到四百块 中间呢 我做过七八次短线 然后赚两三万 后来从四百跌到二十 我就吐回去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没有目标 那后来我的目标就是说 有一天我不想工作 有一天我被迫没有工作 那我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怎么办 我就要我被动收入 大家知道被动收入是什么吗 被动收入就是说 你不用动就有收入嘛 你躺在家里 你沙发上前就会进来 对钱就会进来 那我如果买进股票 学巴菲特啊 买进股票 就是拥有一家公司 那公司赚钱很多员工帮你工作 公司赚钱就分红 给我们股东 就给我们股息 那我就靠日积月累股息 我当初设定目标就是说 只要我的股息超过我的年薪 我以前曾经当过代课老师 那我就可以不用当代课老师 所以目标很重要 那接下来过程呢 过程但会遭遇这个不会这么顺利啦 不会还蛮崎岖的啦 不是说每天都涨每年都涨 股息都会增加 有时候那个公司也会获利不好啊 那有时候股价也会跌啊 那你要怎么克服呢 其实这是这是蛮重要的 就是第一个要目标 第二个要执行的纪律 那当然这个需要一些经验 或者说需要更多的知识 所以我见很多年轻人啊 投资人啊 就是其实多阅读是好的 像全世界在股票市场赚最多的人 大家都知道吗 就是华伦老师 不是啊 股神华伦巴菲特嘛 那我是学他啦 所以我的笔名叫华伦老师不好意思 建校了 就是巴菲特 所以我们就学他啊 或者说很多像彼得林区啊 像克斯托兰尼 欧洲股神没有 那种那些投资大师的事 我觉得可以多阅读 看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那我们心情会比较笃定一点 所以一路上来我也经过很多挫折啦 股票也会经过大跌啊 08年跌很多啊 然后前年2020年那个 COVID-19的时候跌很多啊 今年是跌很多啊 那怎么办 没关系我我都我都有经验了 所以就是我们按照既定目标 继续走下去就好了 我刚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跟老师聊天 我说老师你是怎么样学投资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一点信心啦 那因为新年一年要给大家一点信心 然后我就好奇说 老师你是怎么样学习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常被大家问到说 你从零到什么都不懂到开始有点知识你是怎么开始 那以前我都是跟大家说我的开我的开始是看财经报纸 我我真的是这样开始的 我就是看财经报纸 然后看到不懂的东西 我就把它好像准备大学联考那样 把关键字都写下来 然后去搞懂他 这是我学财经的开始 那刚刚我跟老师有聊天 我说老师那你怎么开始的勒 然后华文老师说 他是从看书开始 就去把刚刚你讲到这些大师 他的一些投资的新法的书 拿来从看书开始然后融入 其实这里其实也是蛮多人的开始 好那既然今天我们要来聊这本老师新出的 11月新出的这本新书 那当然就叫做漫步股市 特别写了一个慢 就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有时候慢慢来才会快 对要慢慢来 对那当然里面有给存股足的12个致富新法 那我们就要来一一的来聊一下这个书的内容 我相信我其实今天准备了很多的题目 有一些可能也是很多观众朋友一定会想要问你 或是可以说是一种考古题 首先好来必问考古题 讲到存股 呃就会有一个问题是 存股真的就是只进不出吗 也一定会有人跟你说 我如果假设当他在没有想象到的状况 他突然涨了很多 假设跟你说他涨了10块钱好了 可是他一年没笔只配息2块钱 那如果我今天突然涨了10块钱 等于是我把未来5年的配息 我全部都涨完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在这种数字的时候 我先把它卖掉 然后等到他跌 因为股市没有一定都一直涨 等他跌下来的时候 我再重新买回来 一定有很多人会这样挑战长期存股的说法 你会怎么样回答大家 嗯 好先讲巴菲特的公司叫做波克夏 那他配息多少大家知道 他配息always 0 他过去55年只有一年有配息 而且巴菲特非常后悔 他没有在配息的 美国很多公司没有在配息的 比如说Amazon 亚马逊没有在配息的 他们殖利率是0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如果不能用配息殖利率来比的话 那大家要怎么问这个问题呢 对不对 就是其实配息会除息嘛 会扣掉股息啊 对 对不对 那比如说Amazon或波克夏 他们没有配息就不会除息 所以股价就不会扣掉 对 他们股价长期就是一直涨这样子 对 好这第一个 所以可能没办法用配息去讲 就是我们拥有一家公司 那今天是上市贵公司 所以他会公布配息 会有除息交易 会有股价 那今天如果是没有上市的公司 比如说全联呢 全联他连未上市公开发行的 他没有股价 那没有股价 那没有股价 全联每年还是会赚钱 那如果你是全联 全联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 全联购物中心 我家那个巷口都有 都有 我们都有巷口都有 好 那如果你是全联的股东 那个全联的老板让你入股 你可能很久以前入股了 那现在全联全台湾 不知道几千家 没有发楼 反正很多家就对 好 那他公司赚钱 他就配息给你 可是没有股价 没有除息 对啊 那你也不知道股价是多少 股价涨了一点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价值投资 要长期投资 就是讲一 讲个很白话 就是说 那个心中要 要没有股价 手中有股票 那你说 一个股票 如果配息2块 涨了10块 就5年的股息 你就把它卖掉 对不对 可以啊你卖掉 那跌下来再买回来 对啊 很合理的感觉啊 很合理对不对 可是你怎么样可以卖得掉 要有人跟你买啊 那有人跟你买是怎么回事啊 那你要买进股票 所以要有人卖你 你才买得到啊 那为什么你都是 10块钱买20块卖 那不是有人跟你做相反的动作 20块买 10块卖 那你每次都赚 别人都赔哦 会这样子吗 所以你如果预测股价涨跌 除非你很专业很厉害 不用上班不用工作 每天盯着盘 然后你学了很多分析之类的 然后你可以很精准的判断 哪里是波段高波段低 然后就高点卖低点卖 然后每次哦 赚了5年股息 如果你每次都可以 10次有8次做对 就just do it 就继续做 那没有问题 因为在股市就是 呃能赚钱都是好方法啦 没有说 会抓老鼠的毛就是 就是好毛 所以不用管颜色对不对 所以你不管用任何方法 你可以赚到钱 而且长期 10年20年都可以赚到钱 但是你就用那个方法 对没有错 可是我 我 试过啊 我也想要说 10块涨到20块 我卖掉我赚10块 等跌回来再买啊 可是就没有跌回来 要继续涨啊 那我又追 然后追到最高点再跌下去 对不对 像我还有很多亲摸好友 他那个买万海 航运股 他50买 涨到350 中间是一样啊 你就是买卖了好几次 五六七八次 赚了几万块 后来万海从350 跌到现在多我不知道 七八十嘛 对不对 所以跌就是 就是其实我们存股有一些 股票标的 是有一些 基本条件 就是我有一些筛选的条件 如果符合我的条件 我就会长期持有下去 我就不会去预测股价 因为如果我可以预测股价 做出买卖 你说 你说配2块 涨10块 赚5年股息 那你就卖掉 那跌的话你再买 或换标的都可以 你自己试试看 如果不行的话 就学我一开始设定目标 就是说我要15年 我股息100万 我不要工作 那今天如果你的目标是说 你就是每天做价差 赚10块 然后赚20块 然后15年之后 你赚到一桶金 然后你可以不用 你可以不用工作 可以退休 那也可以啊 对不对 就是说你设定目标嘛 就15年后你要退休嘛 那要怎么做这样子 那我是要股息超过被动数 那你可能是赚价差 赚到超过你的面型 对都可以啊 老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说你有一个自己的条件 对 个股 长期其实有些的确是可以 跑赢大盘的 对 那你说个股可以 跑赢大盘的条件是什么 跑赢大盘吗 就是股票 的特质 就是有些股票 它有一些特质 在书上我们有特别写说 有些股票它有两大特质 那这些符合这些特质的股票 它有机会可以跑赢大盘 什么特质 嗯 对啊大者恒大 富者越富 我喜欢投资龙头股啊 对不对 比如说Seven 现在越开越多 可是 比较小的便利商店 可能就要 必须要关店 比如说台积电 哇大到 大到现在第三季 现在不是景气不太好 美国升息 好像那个电子 那个库存都很多 对不对 台积电第三季的 获利要成长10% 然后第二名的三星还衰退 然后市场率台积电越来越高 大者基本上会越来越大 那龙头股啦 那如果说你从财报来看的话 它的毛利率要高 像台积电的毛利率很高 50% 60% 对不对 毛利率要高 表示公司有定价能力 它可以涨价 它是独占垄断的事业 它可以涨价 所以从毛利率啊 可以看出来这个公司的潜力 第二个 像我就是常常参加股东会啊 公司股东会法说会 然后你可以跟那个CEO高阶的主管 然后跟他们对谈 跟他们聊一些公司的状况啊 其实你久而久之 就会发现这个公司的企图心 就发现这个执行长 总经理总市长 他们的话 是不是叫做 叫什么 炼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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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因为你可以过一段时间 你可以证明他们讲的对不对嘛 对不对 然后他们有没有企图心 他们公司未来的 三年五年的计划在哪里 那有些 不是所有公司 有些公司可能就比较碍于现状啊 它只要稳定 不会倒 那 那台股1700多档 甚至全世界股票都有这样的公司啊 它就稳定 那股价可能就不会一直涨 获利不会一直涨 然后那个配息不会一直提高 但是有些公司 有些大老板很有企图心喔 对不对 他就是 有一年三年五年 十年长期 短中长期的计划 他的公司EPS 配息越来越高 所以刚刚子彦说 如果一个公司 他如果说 他配息两块 要涨了十块 那就赚了五年 其他今年配息两块 那如果明年配息三块 后年配息四块 他是涨是应该的 他就跌不回去 所以说 如果是 像定存股 他固定配一块两块 你当然可以 所谓的区间操作 那你要很熟悉这个股性 那如果 像我喜欢那种 比较会成长的公司 他的EPS 配息都越来越增加 所以有时候 你卖掉会买不回来喔 OK 所以喔 其实我觉得老师 刚刚有给大家一个想法 老师的定存股 老师的 应该是说老师的存股名单 里面 其实都有符合一个特色 就是他一定是 那个产业的龙头 对 对 不管是今天你是食衣住行 娱乐 你要从你的生活当中 来找标的的话 他一定是在那个产业里头 龙头 他可能是食品里头的龙头 他可能是 交通运输上面的龙头 或者是等等等等 所以老师他喜欢的投资标的 或说长期持有他的标的 他一定要是那个领域的龙头 龙头有个什么样概念 就是他 比较有就像你说的 比较有定价权 对 因为 顾客被他吃死死了 所以 他要涨价 除非你很大气说 那我就不用你了 对 可是因为顾客被他吃死死了 所以说真的 他涨价我们也只能 默默的接受 譬如说你就是一个 苹果的爱用者 对 你每年 每两三年就要换一支 苹果手机的 他今天跟你讲说 我就是不停的涨价 你能说 好了我不要了 我现在要Android手机吗 好像也不太行 对 真的是这样 他们试带率很高 龙头的公司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 所以巴菲特 其实也有一个 互乘合的理论 他认为说 有符合某些条件的公司 其实他就因为 他拥有比较高的定价权 所以他认为 就是他会首选的 那所谓的互乘合当中 我记得有一些是 包含像是 其中有一个就是 客户的转换成本 比较高的 就譬如说今天你 假设用了A银行 当你把你家的水电 瓦斯 电话费什么 全部都扣在那家银行的时候 原则上你不太会换的啦 对 因为如果你要去换 另外一家B银行的话 你要把这些 全部通通都解除掉 然后还要再拿去 另外一个超级麻烦的 所以原则上你不会换 又或者是 就像苹果手机也是一样 你都习惯用IOS系统 你已经习惯了这个软体 习惯的系统 你不太可能再去换另外 因为你要重新学习 所以这个就是后面 那个想像的 这种东西 客户不太容易转换 他就会拥有定价权 那这种公司 就适合长期存股 是这个概念的 而且他的获利配息 会长期一直成长 对 像我刚刚讲 那个巴菲特 美国很多公司他没有配息 他股价会一直涨 所以说 基本上 他的概念是说 巴菲特的概念 不配息的概念是说 我今天把配息给你 你会拿去做什么 滑掉 吃了玩乐 或者拿去买别的股票 可巴菲特认为说 你不要吃了玩乐 比较好 你节节一点比较好 而且你乱投买什么股票 也不太好 我比较厉害 我帮你投资 所以他把公司赚的钱不给你 不给你持有玩乐 帮你存股 继续存股 帮你继续投资 他的概念是这样 所以公司越赚越多 他会反映在 他的股价会越涨越高 是 但即使他不配息 是 可是老师你这样子的话 跟我们今天要讲 叫大家存这些被动 说不一样了呀 嗯 对当你到 股息到一定的level之后 不好意思 就是像我这样 可能股息比较高啊 那个税会比较高 所以我现在会存一些 没有殖利率很低的 像台积电 或者说殖利率是零的 就是让他慢慢涨 那有一天 你真的需要 要环游世界 还是你要 你要花大钱 再慢一点 拿钱回来就好 他股票会一直涨 像巴菲的公司会一直涨 那如果说 投资 就是新的投资人 年轻投资人 我是建议说 还是以股息 就是 以配息的股票 比较好 比较有feu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前场 哈啰 欢迎回到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现在在我旁边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周文伟华伦老师 老师 我们刚才前一段节目的 最后我们聊到的是说 你是建议 年轻的 刚开始学投资的人 我们还是先以股息配的高 把自己的被动收入的金额拉高 但是到达一定的规模的时候 比如说你一年可以拿到一百万两百万股息 到达一定规模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又会认为以不配息 但是可以高成长可以赚价差的这种高成长股为主 这个逻辑是不是在帮我们说明一下 对啊像我一开始 我设定目标是 比如说15年 我股息要 我当初是144万 就除以12是12嘛 就每个月12万这样 结果我真的有达到 后来150就是 那现在大概250了 所以以股息为目标 就是先设定目标 那所以我的选择的标的会 以殖利率比较高的股票为主 但是当我存到很多 高殖利率的股票之后 我发现怎么现在 那个每年缴税要缴这么多啊 所以 我发现台积电也不错耶 台积电它是全世界的金颜代工龙头 先进制成市占率可能 几乎全世界全球大概90%喔 可是它配息是不是配很少 值利率是很低 1%多2% 是很低 那我配息少是不是 税就假如少 所以我现在就 可能会买一些 比较高成长低值利率的股票 所以一开始 大家可以股息啊 就是股息多少为自己的目标 所以一开始 一样就回归到 我们一开始讲的 要先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所以小资族 你先给自己定一个 你希望每年可以拿到多少股息的目标 老师当年是定144万 对 因为一个月希望有个12万 12万 12万一个月够了啦 对啊 够了啦 好 先定这个目标 当这个目标达到的时候 我们再追求下一个 那就像刚刚所说的 如果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卖一张 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卖一张 卖一张来用 这样也可行 卖十股也可以啊 对 就是这样也可行 好 其实就是一些变通的方法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讨论 但是老师我也想要问的是 很多人一定会 我知道比如说像是中华石啊 这个是你很爱的一个标的 对 你也常常会说 可是你说你当年 2004年 maybe你才买10块15块 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挑战你 嗯 我已经回不去了 你可不可以给 现在才要开始的人 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标的呢 你现在的 先讲这个观念 再讲标的 对 观念是说 那个 我小时候 大家知道我年纪也不小了 我小时候 一碗牛肉面15块 也回不去了 所以我现在不吃饭了 我现在不吃牛肉面 现在牛肉面多少 200 250 台北我不知道多 有喔 有喔 我们桃園就200了 我住桃園 真的很贵 对啊 回不去了 那为什么有些石兵股回不去了 因为它就涨价了 就回不去了 你现在吃鸡排 那个严肃鸡多少钱 你小时候吃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有些公司它的获利 它的配息越来越高 而且还有观念就是说 不是说股价高就是贵 假设它 呃 它配息 或者说EPS 成长的幅度 比股价成长的幅度还要高 那是便宜喔 你说20年前台积电 我我我刚退伍的时候 台积电EPS 一年可以每股 赚3块钱就不错了 对 现在赚30块 那你希望台积电跌到50吗 就不可能吗 除非它把全世界金元厂都关掉 只留一间金元厂 那就会跌回去 那Seven 统一超也是啊 统一超 刚开始上市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是刚退伍 股价30块 那现在200多 那怎么跌得回去 现在统一Seven全台湾 6000多家 那跌回去很简单吧 你就叫它关掉 关掉5500家就跌回去了 它不会把摄影关掉啊 所以不是说股价涨高就是贵啊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当我有后来也是 也有买到一些新的 就统二十十十年前买 其实我到三 两三级还是有买 我今年也有买 我今年买零股 我也买到99点多 统二十 所以不是说 不是说我以前买10块 我现在100块我就不买 我还是有买 对我还是有在存股 就是我那时候 三十几 四十五十六七十八 我都一直在买 原因是它的获利跟配息是一直成长的 所以 所以这同样标的 它涨 就涨起来我还是就继续买 那说不同标的 不同标的比如说 像我今年有买保雅 我保雅可是现在也来不及了 因为我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买 就是260 300 可是现在又涨到 涨到400多 还 现在股价 我录影的这一天 股价还超过台积电 所以 所以 怎么说呢 就是有些公司 它就是会一直成长 那如果说 你喜欢玩那种景气循环股 它也许真的是在一个 在一个 那个 叫什么 就是 就是一个波段 然后它会涨涨跌跌 就永远在这个 这个箱形 箱形整理 我想到这个名词了 就在这个波段里面 区间里面 那也许你就 知道它的股性 你可能就可以低买高卖啊 可是我 我讲过这个就是比较困难 我可能比较没办法 就是 就是 我可能比较 不熟悉 这个投资的方式 那 那 那还有别的股票 那 其实很多股票 它长期都是 都是 呃 越 越涨越高 你说跌回去的可能 通常就是没有什么护城河的 所以你说要不要我推荐 我也只能说 可能因为受到疫情啊 可能这一两年 稍微有 稍微有修正 跌下一点的 那 基本上我还是选择龙头股 可是 可是 其实不瞒大家讲 就是我很多的股票 它就是会越涨越高 然后 有些股票因为疫情 呃 有跌下去 那现在疫情稍微好一点 可能又稍微涨回来了 像保雅最高660 现在 也没到660 现在460 那你说可不可以买 其实这样叫我推荐 我压力蛮大 所以我刚刚讲会打结 不好意思 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推荐啊 是 那基本上观念是有些股票 它就越来越贵 就是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以上只由我自己来说 我在我的APP里面有 可能有一个自选股名单 是我现在已经有的 那可能有一个自选股名单 是我觉得它很好 但是我还没有的 然后就放在一个自选股名单里头 那当世界的倒霉事发生的时候 诶 这个时候股价一定跌啊 全部人通通都跌一片散沙 一片一片跌的时候 我就开始回过去看 诶 这个我名单已经准备好 重点是名单我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我就会去看说 诶 诶好像跌得蛮凶的哦 嗯 好像到我觉得可以接受的价格咯 诶这个时候你可以买进 但是 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这种状况买进的时候 你要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是你买进的当下 你可能会先面临 一小段时间的亏损 对 这是会有的 所以大家要有这个 这个要能够理解 或是接受这件事情 就是当你的名单里头 你想买的股票 买进去的当 尤其是在 呃世界很动荡的时候 买下去的时候 你要接受你买进去的当 可能你就会立刻 面临亏损 对 没错 你会立刻面临亏损 可能下一分钟下一小时就亏损了 对 嗯 然后但是 呃 久了你要有那个 相信他久了之后 当世界回归一片平静的时候 对 诶他可能股价就会慢慢找回来 就会不正常 这个是 呃可以说是违反人性 但是我觉得 投资朋友也越来越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对像子涓的 那就是新书 比我早出版半年 他要帮我cue我的书是不是 对 就是有一个观念叫微笑曲线对不对 是 就是说你从 假设你10块买的股票 就跌到5块好像赔50%对不对 那有人很厉害 刚好买到5块最低点 可是买到5块最低点 赚的不见得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你是买19 8 7 6 5 然后涨上去5 6 7 8 9 10 其实成本是一样 你买到股数比较多 那如果他5块买到最低点 涨到8块也许他不敢买 就说你20年前买台积电买一张 你不会财富自由 是 你每个月都定期定额买 买累积到很多人才会财富自由 是 所以老师你的存股名单 是用定期定额买的吗 还是 你是就是有大碰到股灾 或什么时候 你再一张一张买进 你的方法 我建议齁 那个 那个 真的要存股的投资人 一开始可以定期定额 因为 因为有时候 那个跌的时候 你真的那个买进 那个手机 按不下去 真的真的真的 对因为我不可能每天陪在你身边 不然我可以帮你按 可是现在没办法对不对 所以你要自己按 你按不下去 所以定期定额 就把钱放进去户头 对对对 让电脑帮你按就好 电脑帮你买 好定期定额就长期可以 那个微笑曲线啊 就成本其实是一样的 是是 对 要等到进阶一点 像你这样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定期定额 就真的是 大空头来说 你按得下去 对对没错 一般按不下去的人呢 我们就是 其实先帝取定额就好 我们那个大风大量都看多 都见多了 那个跌38% 40%我们都看过 那世界最后都会回复正常的 08年我也经过 那个也是跌一半 真的是腰斩 是 对啊 可是不到一两年完全 完全那个连本带利 加倍奉还给我 真的完全涨回来 这就是人性很有趣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都知道说 空头不可能永远空下去 终究会回归到瓶颈 然后股市如果把这个趋势 长期拉开来看 它一定都是上涨的 但是在那个当下 心里就是常常会过不去 跨不过去 好所以我们看 多看书看 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投资心态 但是下一段节目回来说 我想跟老师继续聊 是我们刚刚都聊个股 可是近期的ETF也很夯 那不知道老师 你有存ETF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亲朋朋友 欢迎回到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新年快乐 我是芷娟 继续来聊 我记得巴菲特 曾经有人问他说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 像你一样有钱 那他就说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 慢慢变有钱 对不对 所以这也呼应了老师 这本书叫做漫步股市 大家一起来慢慢变有钱 那好老师 我相信你从2004年开始学存股 开始存股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空背景的ETF 应该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行 对 所以那时候你存 都是存个股 这个我可以理解 可是到现在2023年了 ETF变得非常的蓬勃 那现在你还会建议小资族们 一开始就存个股吗 还是说其实你觉得存ETF也OK OK啊 因为你买个股 你要稍微花点心思啊 去研究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啊 它的财报啊 可是一般人可能我不是学会计 不是学财务的 我可能看不懂财报 其实我一开始看不懂啊 要慢慢学啊 对啊 那那一开始可能你看不懂财报 然后不会分析股票 然后公 然后股票公司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股票跌我们可能又 又会害怕 那那 反正投资吧 把自己搞的都都很不快的 那其实那刚就不要投资好了 所以我建议 就是一开始初学者 你可以 呃投资ETF 其实其实是不错的真的 那ETF的话你会特 因为ETF风格也很多 有那种传统的 我们讲说0050就是指数型的 对 那也有一些高股息相关的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主题 产业主题 那你会建议 所以从哪一个开始吗 呃 那当然是追踪指数的 因为指数长期都会上涨 而且 而且那个 追踪指数比如说0050 它就是龙头股嘛 成分股大部分是龙头股 就是符合你喜欢的 就是龙头股 就是龙头股 对啊 其实追踪指数 如果你说选择那种主题是好像 又变成在研究个股 又研究产业了 对啊 那到时候 如果说这个产业更好不好 这个股价也是会跌啊 对不对 那你可能也受不了 所以干脆 追踪大盘 是 那如果说你 投资一段时间之后 你对个股 或对财报 你更有 心得了 更有心得了 然后你更专业了 就可以开始慢慢尝试 投资个股 那其实投资个股也 嗯 就是 像我 我一开始 是 因为那时候那个年代 刚刚子娟说我们 那个ETF没有这么多 是 没有那么多 这个这么多ETF 我们是投资个股 那我是 我是到卖场去看 哪些产品 賣的好不好 然后把东西拿出来看 哦 这什么公司 然后看去看 他有没有上市去买 所以我们是从 卖场 我们是逛街 然后去发现 那个好公司 对啊 所以其实 你要投资个股 其实也不是这么难 主要是 要在能力圈范围 能力圈范围的股票 像我的股票 就是那个 刚刚子娟说 卖豆腐的 卖沙拉油的 卖面包的 卖饲料 卖鸡肉 其实很简单啊 对啊 对啊 我们就定期定额就买就好了 是 那讲到了个股 我相信存股 其实一定有很多一部分的人 他应该是说 很大一部分的人 他存的是金融股 那金融股在2022年 其实就 比较不是这么的漂亮 所以可能账面上 我们扣掉期的部分 光是账面上的市值 可能就缩水很多 虽然我们一直告诉大家说 你初期的 你先以你领到的股息为主 先不要去管那个市值 可是要过清你那一关 还是很难过啦 很难过 所以如果对于这些 饱受亏损所够的 金融股的存股足 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要跟大家说 那个不是只有金融股虧 很多股都虧 你台积电今天买是亏啊 账面上是亏啊 就存金融股 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就存那种龙头的 产业龙头的那金融股啊 是 对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他的股息 也算蛮稳定 可能今年或明年 可能会稍微不好一点 所以股价才会跌嘛 就是因为今年不好 所以明年可能配息 会稍微不好一点 所以股价好像跌 跌比较多 但是 就是说 长期来看 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说 总有一天 世界会恢复和平的 对啊 不会永远都不景气 对 所以他 配息还是会 恢复到他 正常的状况 如果你是 纯金融股的投资人啊 就是继续存啊 继续存啊 对啊 你现在便宜不是 不是 更就是正式 要买进的时候吗 你30块都敢买 为什么跌到20你不敢买呢 你20块是会累积到更多的股数 假设他 明年不能恢复正常 后年 还不能恢复一半 大后年恢复正常 那你现在买不就便宜了吗 所以其实存股 有个观点重要 就是你要设定 长远的目标 就是你要以10年 15年为基准 你不能以 一个月 一个星期 我账面上赔很多 我这样 这样是很痛苦 是 对啊 其实就是第一个 你要长期 那你存金融股 就继续存 没有问题 那 有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 你存金融股 也就是得投资人 小小的建议就是说 你不要只压金融股 像巴菲特也不会只买金融股 巴菲特买 买那个可口可乐 食品股 美国运通 是不是金融股 对不对 还买什么 他买很多什么 苹果 苹果是科技股 还买我们台积电 半导体股 对不对 他买很多 还买什么做番茄酱的 还买那个石油股 很多嘛 不是只有金融股 所以说 给大家建议就是说 继续存 然后呢 然后那个时间 要目标要放远 聚焦长期 第二个你可以存点 别的产业的龙头股 不要只存金融股 老师在你长期的这个 存股的岁月里头 有没有存错的时候 然后你怎么样会觉得 你错了 你不要再跟他长相厮守了 什么样的状况下 对如果说股票跌 就说错的定义 不是说股票现在跌套牢叫错 我的错的定义是说 这家公司未来他不会赚更多的钱 配息不会配更多 那就是未来可能没有竞争 竞争力下滑 我可能就是 就是会卖掉 就是股票跌有两个两个处理方式 一个是再买嘛 一个就是卖 对 那要买卖啊 台积电从680到370 是要买还是卖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问题嘛 对对 好那就是看这个产业喔 这产业如果说 这个公司啊 这个产业大家都好 只有你不好 就有危险就要卖了 如果大家都不好 你也是不好 那就是正常 大环境的问题 像今年生息 疫情 大家都不好 是 所以金融股也跌很多 我的食品股也有跌很多啊 是 就中概股也跌啊 美国的股票也跌啊 电子股全部都跌 那可能就不是问题 台积电就不是问题 我就会继续买台积电这样子 嘿 所以话 就是说到底还是 那个 你要选择能力圈范围的股票 其实我觉得刚刚老师教的 这个辨别方式还蛮简单的啊 嗯 你就去看 你今天你手上那一档股票的同业 对 如果今天你的同业们 都很好 都涨了 而且涨个20% 30% 你的跌了10% 20% 你当然就要去看 他是不是有发生什么问题 对 没错 那如果当中发现 他可能真的 可能换一个老板 那是老板经营的不是很好 对 或者是 产业结构上出 可是如果产业结构出问题 不会只有他一家 应该会是大家都有问题 但总而言之 如果当大家都好 你的不好的时候 你就很明显 你买错股票了 这个这个其实很简单 这个大家一定都会 但是刚刚子萱又讲到一个重点 如果说这个产业整个不好怎么办 所以 为什么 我 我比较不买电子股 就是巴菲特 比较不买电子股的原因 就是 电子股有可能整个产业都没有 对不对 因为科技的创新太快了 像以前那个光碟 光碟是全部都没有 到现在也没有 光碟 那个CDR 或者说很多 这在电子股里头 比较容易发生 像我们那种民生产业 可能比较少 所以就看到大家的存股名单里面 其实说真的 如果是这种 走十年二十年的这种 其实真的很多都是民生相关的股票 原因可能就是出在这里 因为它比较不会有太多的 破坏式创新在这里头 对对 没错没错 像我们都吃的 鸡肉啊 鸡肉 我们不是鸡肉 可是动物会吃鸡肉 也没什么变化 咚咚咚 好 老师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想要给一个 年轻朋友一些 梦想 在2023年新的一年 假设我今天来给一个前提 我年轻人想要打造 年收的被动收入 四十万的 四十万就好 我们从年轻人看 四十万的被动收入池 建议大家的步骤怎么做 最后一点给大家做个结论 哦对啊 你今天不管你有没有工作 或你退休了 一年什么事情不要说四十万 相当于一个月三万多 对不对 就加薪三万多 像年终奖金四十万 对 那四十万如果我们台股殖利率 算四趴 对也没有很高 五趴六趴 算得很保守 对保守四趴 那一千万对不对 那一千万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Google都查到负利表 或是Excel大家算一下 或是Google比较快 一千万的话 如果你在年复利在10%到12% 所以说慢慢来 因为现在股票一天涨停满是10% 如果跟大家说你一年赚10% 你可能会很不屑 对不对 可是我真的是一年赚10%12% 对啊 如果你一年赚 就是成长10%12%股息 或股票市值 那你只要一个月投资2万元 好你就买做一个投资组合 然后呢存股 就是ETF金融股 然后食品股 很多股票 对不对 可能买了五六种五六档 好那每个就是2万 大家评分一下 好2万块 然后大概15年 就可以达到一千万 那如果说你觉得15年 这个就是我一个月没有2万 那你就要更早开始投资 比如说我这个数据我要看一下 假设你要把时间拉长到 拉长到 拉长到多少 25年的话 你一个月只要投资6千块 就是同样达到一千万喔 同样达到一千万的股票市值 那基本上我们假设长期 股票每年成长10%计算 10%到12%计算 那如果你15年要达到股票市值1000万 股息40万 每个月要投资2万 那如果把时间拉长到25年的话 你每个月只要投资6千块 6千块我觉得一般年轻人 应该稍微节省一点 应该拿得出来 那第一个 就尽早投资啦 那第二个我们要专注本业 我们尽可能不要刚刚出社会 我们就是好像每天要当冲 要想当少年股神 早上10点半买进 12点半就想要卖掉 赚个2千块 这样你都不用上班了 你不用上班 你的工作绩效一定不好啊 对不对 那你万一被老板看到 被主管看到可能不太好 所以我第二个就是要 要请大家专注本业 我们努力工作 争取加薪 对不对升职 然后呢 甚至你能力更强 我们可以转换工作跑道 然后我们赚到更多的主动收入 我们才有更多的钱去投资 所以第一个就是尽早投资 那第二个就是要这个 专注本业 是 然后再当然就是有耐心啦 聚焦长期 慢慢来比较快这样 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难 就是 人家都说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知道与做到之间 新的一年 把这本书分享给大家了 再次谢谢华兰老师 谢谢梓娟 谢谢 拜拜 拜拜